就在两岸情势这么紧张的同时 新竹清华大学被爆料了 校舍怎么会被基金会转租给北京清大 成立的清华海峡研究院设立新竹办公室 这是不是已经违反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呢 事件爆发之后 这清大是一再的坚称说 从来没有用校方的立场 涉入或是参与这个办公室的成立跟运作 但现在不只是民进党立委 提出证据来驳斥清大 同时也呼吁教育部应该要彻查 而教育部找攀文中再一次强调 说一般学术交流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绝对不能抵触法律 国家重点立与研究院 不要两岸清华一家亲 民进党立委范云跟民间组织 经济民主联合以及台湾学生联合会 怒气冲冲 就是因为我国清大被爆出出界校舍 给北京清华大学 以及厦门政府联合成立的 清华海峡研究院 违反两岸关系条例 但清大却说自己只是出界场地 其他毫不拘情 范云更拿出照片证明二零一六年 清华海峡研究院接杯的时候 时任副校长吴承文还亲自出席 而前校长陈立俊 更曾经在自己写的书中写到 非常认同清华海峡研究院的构想 那个时候还率领校内一级主管 到厦门商谈 不过清大还是坚持 从未以校方立场推动相关工作 出席开幕剪彩 不代表学校窒息活动内容 希望金明连以及台学联停止抹红 清查清华大学所有参与这些两岸违法办公室 设立情况的人士 再来这些人不应该参与 由国家出资的重点领域研究学院 教育部从来不反对 而且是鼓励正确正常的学术交流 学术自由不能以抵触法力 范云也呼吁吴承文应该辞去半导体学院委员会职务 以免国家重点战略之一的半导体 有被中国渗透甚至挖角的危机